好 我知道了 我来看一下冰箱有点什么 出点东西给你吃 想吃什么 学长 你觉不觉得 那个薛海长得像林达浪 为什么这个电台新老板薛海长得这么像达浪 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 居然脱口说出达浪的名字 他们两个长得真的很像 学长 宝珠 你冷静一点 我也很想冷静啊 可是当你找一个人找了三年 正当你要放弃的时候 却突然出现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人 你知道那种感觉 你知道 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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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达浪回到你的身边 宝珠 如果你是因为真的找回林达浪 而感到心情会很激动 我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你现在面对的 只是一个长得跟达浪很像的人 他叫薛海 他叫薛海 除了长相之外 他跟达浪完全是两个人 我知道 薛桑 我对不起 你不需要跟我说对不起 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在你心中到底有多大的分量 有没有办法让你忘记达浪 如果连一个长得跟达浪很像的人 都能影响你 那我真的要回去大哭一场 好啦 是我脑袋有问题 哇哦 你陈宝珠竟然说自己脑袋有问题 看来你快变成正常的女生了 你不要太过分 小心我把你 小心怎么样 比打架你是打拼我 而且你还欠我一个承诺 知道啦 再次我就把你 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 而且你还欠我一个承诺 而且你还欠我一个承诺 知道啦 再次我就把你 有些事情不要用说的 不要用做的 不要用做的 但所有如果 都没有如果 诶 我肚子饿了啦 煮东西给我吃 陈宝珠 我什么时候 才可以等到你 帮我煮一顿大餐呢 啊 你想拉肚子的话 我妈妈 刺交给我 既然执着 却全心和你不再联络 活得我的生 却比爱人更长久 当所有如果 都没有如果 只有失去的拥有 来来来 请放这儿 摆这儿 这什么啊 这是要给你相亲的资料 相亲 都什么年代了 还要透过相亲来认识对象 你懂什么 这都是经过我千挑外选出来的 保证个个都是好女孩 你黑人也有 什么黑人哪 人家只不过是太阳晒多了而已 大姐啊 为什么非要我相亲不可 因为 你一直不肯好好地交个对象 你不急 大姐急啊 谁说我们有好对象的 你有了 我都不知道 是谁啊 做什么的 他是做电台的DJ 电台 就是你买的那个电台啊 果然被我说中了吧 你真的为了追没人买下整个电台啊 你真是够害怕的 YES 这可不是我喜欢 干什么干什么 包装死人啊 阿海 不是大姐说你了 你说你交个女朋友是个DJ 你就买个电台 将来你要是交个女朋友是个空姐 你还把整个的机场买下来啊 我们家又不是买一只 你说什么话啊你 你有个姐姐的样子好不好 我本来就像姐姐嘛 不像姐姐的是你耶 我就知道 要不是 要不是为了照顾爸爸六十岁才生下的阿海 你早就吓人了 你知道就好 知道知道 都知道 大姐你最疼我啦 那这样这样 就让我去追想要追女生嘛 那什么时候把她带回来给我看看 你要等到我追到手再说啊 先品质检验一下 又不是我们家马桶工厂 很品质检验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们家阿海要交的女朋友 比喻成我们家要卖的马桶的 婚前多交的女生有什么不对的 要品质检验的 追到手在品质检验嘛 好了好了 你不要一直鼓励我们阿海谈恋爱好不好 只要谈恋爱的是你 只要不要谈恋爱的也是你 你到底想怎样啊 什么呀 难道你要把我们家阿海 变得跟你一样啊 今天交了一大堆男朋友 明天又变了一大堆男朋友 你是羡慕还是嫉妒啊 蛤 我看你是因为交了男朋友 才这样说我的吧 你这是什么话 好了 不要再吵了 我头好痛喔 蛤 头痛了 怎么样啊 要不要紧啊 要不要到医院叫个医生来看看 只要你们不吵架 我什么病都好了 既然阿海要交的那个弟接在电台 不如我们明天偷偷去看看 要看你自己去看我才没那个兴趣 什么了不起 你不去我自己去 那你可不要笑到人家啊 不会 你等一下 你刚才说了个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做我不要把人家吓到的 我的样子很吓人吗 哈哈哈哈 你把话说清楚再找啊 什么意思啊你啊 我的样子很吓人吗 我 我吓人吗 我不会 下去下去 阿海啊 上次你在内地 谈过一场轰轰的恋爱之后 把自己搞成一个海派王子的形象 有多少女孩子想要跟你接近 都打不进你的心里 这一次你这么认真 突然追求一个女孩子 一定有什么原因吧 这个女孩子一定有你非追不可的理由 这个女孩子一定有什么问题 二姐 不要逼我说出原因了 你不让我被你说出来 好 我让大姐来也跟你说 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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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不想让大姐知道 所以我才不说的 好啊 那你就老实告诉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 至少你该相信二姐 我不会是你的阻力 搞不好 还会是你的助力 真的 你真的会帮我吗 那要看她有多刺激了 越刺激我越会帮你 哎呀快说啦 好啦 那个女孩子 就是三年前抛弃我 伤害我那女生 所以你是想重新再把她追回来 那这样有什么意思啊 你不怕被她再甩一次 不是 我今天在电台遇到她的时候 她跟我说我长得跟林达朗很像 可是她不知道我是林达朗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我想要以父亲 公子的身份 把她追到手 然后再抛弃她 你怎么知道 情场上的事情 我可是百战百战 所向披靡 你这种心态 我多少可以理解 哎 二姐 我见会很过分吗 当然不会啊 二姐我站在你这边 有本事抛弃别人 就有本事扛起被抛弃的痛苦 有本事抛弃别人 就有本事扛起被抛弃的痛苦 喂 喂 慧玲啊 我是董事长啊 我明天会到台里去 你把大家给我集合一下 至于董事长集合大家的目的 等一下会有董事长 亲自向各位说明 所有人都到齐了吗 甜心她有节目要安 还有她节目的工作人员 那其他的全到齐了 好 好 我知道了 台长 董事长已经到楼下了 请大家稍等一下 哎 请问一下 这个董事长 是我们老板的爸爸吗 等一下看了你就知道 好 董事长 已经照你的分布 把大家都集合起来了 好 大家放轻松一点 不要太拘束 相信大家都见过我们家阿海了吧 阿海是我们家的独子 从来没有做电台的经验 所以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多多的提点她 奶奶你放心好了 我每天为了新老板 父母汤导火再说不迟 你刚才叫了什么 奶奶啊 你不是我们老板 薛海的奶奶吗 我有那么老吗 对不起 原来也是老来得子 恭喜恭喜啊 我不是他奶奶 我也不是他妈 我是他大姐 总而言之 我们电台里的每一个节目 我都会收听 所以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能够好好认真地努力 好 现在基于私人的理由 所有的女同事留下来 所有的男同事 请暂时回避 喂老板 副明 我快到公司了 电台没什么事吧 董事长现在在电台里 而且还集合了所有的女同事 什么 吴大姐 台长 董事长在干嘛 我怎么知道 叫什么名字 同事们都叫我Nancy Nancy 是 今年多大了 25岁 有男朋友吗 我结婚了 还有两个小孩 大的9岁小的6岁 这儿 大的都9岁了 嗯 今年才25 大的都9岁了